好來,我們就看講義的背面再一次 這個除了孤零的年紀之外,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另外一個我的法觀念就是拿來修飾 叫這個形容詞 所以第一個形容詞的用法 什麼時候叫作用形容詞,用來修飾名詞 一定要記住大部分是拿來修飾名詞 所以第一個它的順序的基本句型 跟剛剛那個how old一樣 它的B動詞呢,是跟隨了你的主詞做變化 所以you的B動詞用誰 are I my mother is 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my brothers are my sister my English teacher 對,也就是呢,通常這個地方 單數就是意識,負數就是r 有沒有,兩個以上 那全世界只有我,可以用m 所以再一次,請你把B動詞 除了這三個字之外,除了m、r 也還有兩個,你會發現我的歌詞在對 對了,剛剛你們有寫到的就是話四 還有一個word 然後這五個的下面都直接寫了兩個字 這個叫司機 所以未來呢,如果你在學到那個B動詞的過去式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特別提醒你 你就是記住,它的用法跟m、r一樣 只是它的實態代表的是過去 就差在這而已 好啦,那所以呢,你的形容詞一定會搭配你的B動詞 如果不是B動詞,有第二種狀況叫連綴動詞 你們第三側才會選到,第三側跟第四側可能才會遇到那個連綴動詞 所以第一個要抽的東西在於你的主詞 不要B動詞這個沒問題了嗎 然後第二個,否定句呢,就是在B動詞的後面 來把這個後面加上你的那 為什麼?因為地圖要放在司機的後面 請那個乘客幫忙一起看 什麼等一下 後面兩個字也是嗎 然後肯定句,在這裡 主詞,B動詞,形容詞 可是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說 是因為主詞寫個火車頭 B動詞寫個司機 那這一刻在學到的東西的形容詞 就是你們之前學到的乘客 這個乘客呢,如果是又高又帥 叫Toy and handsome,那就三個字 就三個乘客 如果是he is set,就一個字 那就一個乘客 可是不管怎麼樣 B動詞後面的都是我們所謂的乘客 所以火車頭就是主詞嘛 司機就是你的B動詞 乘客就看你們這一刻的那個形容詞 要給你幾個 好了嗎? 所以也因為這樣,開始囉 因為你們的疑問句,看清楚喔 這叫疑問句,不是造原問句喔 疑問句呢,就是司機去問路 有看到嗎?就是把B動詞 把大字前面去 所以就是司機去問路 那如果是肯定簡答 記住囉,簡答 簡答的意思就是乘客什麼了 拜拜,把它劈走了對不對 可是我這樣子寫不好 是因為簡答 要用代名詞 這這一刻意義指提醒您的 那你們剛剛也寫到了 代名詞總共人稱代名詞有七個 I, you, he, she, it, we, let 就是七個 所以機中要簡答,要用代名詞 那否定的時候 因為你還是簡答 那因為你又NO,又是否定 所以記得要買地圖回來 地圖是誰? 那對,所以NO你後面火車頭 記得,因為你要簡答 所以第一個位置是代名詞 然後B動詞就是司機 重點是你的地圖 叫做NOT 那至於你要不要說寫圖法 因為反正你的火車至少兩階車下 就好了 好了沒 我等你聽聽說 簡答要用代名詞 所以下面這一句話是說 這個男生高媽 有個媽 所以表示第一個字一定是司機 對不對 那男生的司機叫做IS 所以叫IS THE BOY 好 好 好 司機去前面幹嘛 溫度 所以記得加上 好 所以IS THE BOY 好 然後要求你第一個是肯定檢答 所以肯定檢答就是 你的乘客不要了 那我剛剛講的 乘客就是那個形容詞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樣 你的乘客不見了 乘客白白的啊 檢答嘛 可是因為檢答要用代名詞 所以你的LE BOY 就變成了哪一個字 HE 對 然後司機記得再回來 YES HE OK 不能再說寫囉 你沒辦法再說寫囉 因為一台火車至少兩階車廂 那如果是否定檢答 你看我上面寫了三種 你挑一個你喜歡的寫一個就好 我會寫兩個 三個都寫 要就三個都寫 總共有三種啊 那你看你喜歡哪一種 挑一個寫就好 要計較就三個都寫上去 好了嗎 可是我還是要提醒你今天是喔 檢答要用 代名詞 對不要忘記你的代名詞了 好 再來第三個 就看第三個基本句型喔 那第三個基本句型的地方呢 在於主詞 加逼動詞 重點來了 的罐詞 這個罐詞呢 幫我再備註兩個 這個叫不定罐詞 它沒有限定 不定罐詞放這裡 那定罐詞 有一種是限定 一種是不用限定的 不定罐詞是耳根 定罐詞就是這一個 所以就叫做不樂 對不對 可是平常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不會限定這一個 我們就限定他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 所以因為這樣 通常都用不定罐詞 那不定罐詞就是耳根 就一個 要嘛就很多個 所以要嘛就耳 要嘛就S 兩個人要一個用 好了嗎 所以再來一樣 否定就是在逼動詞方面 加上哈就是一樣啦 去買地圖 我還是提醒你 NO 就是沒找到路 既然沒找到路 請你記得買地圖回來 那耳根捏有什麼差別 約定 對 你記得以發音為主喔 我還是要提醒你喔 發音為主喔 所以如果今天講 一個誠實的男生 叫做 an honest boy 為什麼他要聽聽 就是H開頭 可是我要 對 所以你要這樣 旁邊自己找位子寫上去 因為他是以發音為主 不是以聽法為主 所以要 an honest boy 可是如果是一個 一歲大的男生呢 一個一歲大的男生 叫做 one year oh 那為什麼他用 oh 不是用an 你明明說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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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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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句點,做不起,我寫太快,不可以句點喔 什麼時候要句點,有主持動詞的時候才可以 平常這樣子寫照片語,不可以句點 所以,one year old boy,可是是and honest boy 是因為他是以念法為主,不是以拼法為主 等上了嗎? 好,就這兩個例句幫我抄上去一下保險一點 不要隨便句點,不要隨便亂點 不要像我這樣習慣不好,隨便亂點,不行 所以一個是one year old boy,一個是and honest boy one的音標怎麼寫?好,來,我寫給你,比方這樣 所以他第一個音是趙慧如 one的音標,趙慧如叫of跟and long,因為one 所以第一個音標是趙慧,他是指引 可以往下了沒? 矩形是自己OK囉,他往上矩形豬囉 第四個矩形叫做改疑問句 所謂的改疑問句就是司機去問路 有看到嗎?朝上去在這裡 司機去問路,這個叫改疑問句喔 照顧問句就不一定囉 照顧問句是人家怎麼問你,才回答 改疑問句,到目前為止就是把司機搬去前面問路 99%以下是對一個的 我想不出來的百分之一是什麼 所以暫時我不敢變這樣百分之百 所以司機去前面問路,這個叫改疑問句 所以你要抄的就是司機去問路 他通過就不上去 因為那個沒寫是五分 格子沒寫是兩分 重點沒寫是五分 這個要養成一個習慣 之後你就習慣了 被我控肯幾次就會記住了 好 再來我們就往下 所以第一個yes的時候呢 就是肯定 可是因為我沒有要求你要檢答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這裡沒有寫代名詞 我寫的是主詞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檢答 不是檢答的時候就你高興 你要寫檢答代名詞也對 你寫代名詞也可以 寫那個主詞也可以 所以原本是le boy 你就寫le boy 原本是le boy 你寫le boy 沒錯 只要它是檢答 你才規定要用代名詞 想答就沒有關係 那怎麼知道它想答 因為後面有形容詞有名詞 這個就是 乘客 對就是乘客 所以加在一起的君子就會變成 好了嗎 所以看喔 這個君子yes He is a to boy 為什麼 因為這是火車頭司機 然後這次的乘客 後面就是有惡 就會當為boy 沒有惡 就把boy去掉 所以你可以 你也可以講yes is 劇情都沒有不錯 那那個病關節的床名字是女生的異議有分裂嗎 沒有 她大部分都是個概念的 好 再來往下來 看第一題 Merry Short 她好矮喔 She is a Shirt girl 她很矮 也就是她是一個很矮的女生 對不對 所以答案選 A 再來第二題 List it Oh 對 也就是我跟你說 怎麼畫 來這樣子畫 因為table是名詞 名詞前面一定要換詞 這是我一直提醒您的 那為什麼還用而不用 因為閉個獅子音 好 第三句 請你改成yes no 問句 什麼叫yes no 問句 知道嗎 什麼叫yes no 問句 就是人家怎麼問才會回答yes he is a 什麼什麼說 所以就是把司機去問路 也就是yes no 問句就是改疑問句 你們現在是題目要看得懂 考試的時候 我寫註意 太難寫了 因為疑問句的疑太難寫了 所以yes no 問句的意思就是 Is her count of one year old? Yes He is one year old 或是No He is not one year old 這樣叫yes no 問句 也就是我們的改疑問句 就是司機去問路 題目要看得懂 ok yes no 問句 你們之後還會選到的是 Do you Can lay Will he 類似這一種 可是到目前為止 你們到第一次都要講之前 都是B洞子 就是司機半天前沒有路 好了嗎 通常他會外上B洞子走 他說就是沒洋的路 你會讓我先上網比較多嗎 好齁 好 剩下的就是你今天回家的功課 所以剩下的我就不再讓你挑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牛刀想吃的地方 就是你們開始的作業 好 那我就先關掉囉 不 Me 好嗎 好嗎 谢谢观看